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路由的定制 前几期我给您分享的这些样例 都是说咱们生成一个控制器 然后建议方法 它自动给咱们映射路由 生成路由 对不对 可是在咱们业务过程中 可能有时候 咱们需要自己定一些特殊的路由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如何定制路由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其实就一个自定义控制器的URL映射 怎么做呢 就这么做 在这都写着了 这是它的官网 咱们看一下 这官网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不管咱们学习什么技术 都需要看官网文档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说 该如何定制路由custom routers 对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不是很难 其实不是很难 然后我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 该如何定义 首先说 您在看完文档基础上 看我给您讲解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我今天想用到咱们前几期生成的一个测试控制器 就这个 然后在这里面呢 咱们定义三个方法 Page1 Page2 Page3 如果咱们仅仅是定义完方法的话 那么它默认了 Sales默认给咱们映射到什么的URL上去 就这个 测试控制器的Page1 这个路径 然后Page2 测试控制器 Page2 测试控制器Page3 它默认给咱们映射到这三个路径上去 对不对 这是Sales的规范嘛 那不是 在咱们真的业务过程中 想把这个 Test下面的Page1 映射到 大家请看 斜杠 Page1 我不要是Test 这Page2呢 是斜杠Page2 Page3呢 大家注意看 是斜杠 About下面的Page3 换句话说 我这个方法想映射的URL和系统默认生成的URL不一致的时候 该怎么做 需要用到咱们的定制路由吗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重点讲解 好 咱们看 其实这个每个Page输入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Page1 Page2 Page3 就打印这么一行纯文本 好 那咱们怎么该设这个路由 咱们往下看 这个呢 要用到config文件夹下的root 这么一个文件设置 看啊 非常非常简单 就这么写嘛 就这么一句话 呃 先是两个单引号 当然这刷引号也行啊 然后get 什么http方法吗 是我get一个 如果浏览器想get一个斜杠Page1的话 怎么办 我就把它映射到 大家请看 TestController下面的Page1 这么一写 它就会映射到Page1上去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get如果想用斜杠Page2的话 我就要做 大家请看 刚才是简化写法 现在呢 是有一个数组写法 相对难一些 难在哪 大家请看 这地方呢 我可以加上一个策略 同时还可以加上 控制器名叫什么 然后映射到哪个Action Page2 其实写法跟上面是一样啊 只不过下面呢 可以说做的更加详细 可以做更加详细的配置 第三 如果我想把Page3映射到About该怎么做 大家就这么写啊 看啊 get 然后是斜线 About斜线Page3 这是URL的写法嘛 对吧 那么呢 映射到哪呢 映射到Test控制器下的Page3 就这么简单 就能够实现 好 那咱们空口无评啊 马上去试一下啊 首先说 我先在API的Path里面 加上这三个方法啊 Page1 Page2 Page3 给它加上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在咱们的路由Looter里面 加上这个Page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找到这些个控制器啊 config下面的一个叫做Looters 这儿 咱们就加在下面吧 然后稍等一下 稍等 上面加一个逗号 这根用到这个View的HomePage啊 这个咱们不管 它是系统不认识 咱们单可以改啊 也 四个空格 然后咱们整一下行 OK 这样的话咱们就设置好了 咱们自定制的路由啊 那咱马上运行啊 试一下 SalesLift Go 我的课程都是干货啊 都说马上您就会可以用到工作中啊 好 咱们马上运行啊 1337 这儿敲啊 1337 先来个根吧 这是咱们的Homes 对吧 这Homes怎么回事儿 今天咱稍讲路由了 这Homes哪来的 对吧 就这个Looter里面的这个根嘛 因为是根 它就找到这个View 这个View呢 就是HomePage 那HomePage内容呢 就是这个内容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想看Page1 该怎么看 敲Page1 回车 它会显出Page1嘛 这Page1是哪儿的 是这个Test里面的这个内容 叫Page1 没问题吧 咱们再来的Page2 OK 就这个Page2 没问题吧 咱们再来Page3 有Page3吗 没有 没有怎么办 报404错误啊 对吧 404没有问题 OK 那Page3怎么回事儿 Page3咱们可是这儿啊 AboutPage3 对不对 OK 试一下 AboutPage Page3 Go 哎 哦 这没有N啊 不好意思 敲错了 吓回跳 Go 怎么样 能出来了吧 说明什么 咱们自定制的这个路由和咱们的控制器 完全做到了一匹配 very good 非常漂亮 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自定路由听起来挺悬 其实很简单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路由定制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能够理解啊 然后呢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的观念观看 好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